歡迎回來新聞大白話 我們來看看現在中美的關係 在這個葉倫訪華之後 他提到現在這個 中美期望穩定經貿關係 所以他說這個訪華情城 具有建設性 兩國也希望坦率 而且尊重穩定彼此的經濟關係 那華府不像是這個北京那樣子 就是與中國的經濟脫鉤 在今年中美之間將會有 7000億元的貿易 所以他說他不像北京這樣子擔心 可是我們來看看 白宮這邊提到了 拜登指出葉倫的訪華交流 具有重要的實質性 也明確的傳達出美方的意圖 這個期間進行了非常重要 實質的接觸 各國的媒體也看到 葉倫的訪華也有一些相關的評論 比方說俄羅斯的專家講到 美國對於中國的施壓 仍然是政治上的 但是經濟上看起來是可以妥協的 因為這一次的葉倫訪華 經濟上可以溝通 可能政治上面還是繼續處於一個 比較敵對緊繃的一個狀態 再來葉倫三次的鞠躬 倒是讓美國人也是 討論度非常的高 他就說這樣子感覺好像對中國人 這個悲公屈膝 那我們看看環石的講法 對於很多的 這個中國大陸的女性的經濟學家 跟葉倫的見面 在中國大陸這邊有一些不同的聲音 比方說環石講說 這個葉倫訪問的基調是務實跟理性 那預期產生結果像是這個風中的殘竹 感覺上面好像不太會有具體的成果 那紐約時報講說 這看起來他好像被校長叫到了辦公室 這個拜登政府一次又一次的 讓自己難堪跟示弱 而大陸的網友是覺得說 你們這些女經濟學家 怎麼會變成去跟美國的官方 這樣感覺好像這個 這樣見面 好像是一個反賊 也有一些不同的聲音 那再來看看這個習近平現在目前定調的 全球的發展 他向這個全球共用發展的行動論壇 這個首屆高級別的會議來致賀信 那他提到了說這個提出 全球發展倡議的助力 這其實是這個對於人類社會 是一個非常永恆的主題 要建設美好的世界 這是一個重要的路徑 所以他說這個聯合國2030 應該要可持續發展這樣的議程 那中國大陸的外交部也提到了 說這個2023的世界投資報告 這個中國將會以自身發展 繼續為全球來提供更多的機遇 2022年中國大陸吸引到 外國直接的投資額也增加了5% 創下了1890億元 所以毛寧也說 這個今年以來 其實很多跨國的高層 都有先情訪華潮 在我們節目當中也提到非常多 就是來自世界各國 德國也好 歐洲 或者是南美洲 甚至是這個東南亞 甚至還包含了這個 美國自己本身非常多的企業 都很著急的要去到 中國大陸的市場 要去深耕 要去投資 王毅提到了 這個現在全球發展的倡議 他說其實 不是中國大陸這單方面的獨奏 而是習近平主席提出來之後 現在是各方面大家 世界各國都一起合奏的交響樂 他說他現在目前 在這個論壇上面 也會會見潘基文先生 他是聯合國的前秘書長 也是博敖亞洲論壇的理事長 中韓的關係也會繼續的向前走 而不是停滯不前 因為現在大家在講說 好像是不是中方又對於韓國 有一些禁韓令 他說現在目前這個狀況是沒有變化 但是也不會再倒退 另外我們來看一下 太平洋聯盟 習近平也會見了索隆門的總理 說彼此是可以依靠的好兄弟 李強提到了這個才是順應潮流 什麼是順應潮流 建交才是順應潮流的選擇 那當然這個總理的訪華 對於美方來說 當然是不樂見 所以他就說 他不希望在中美之間來選邊站 要保持在這個大國競爭當中的一個 中立的一個態勢 那可是他也是頂住了非常多 美國跟西方的壓力 但是他還是堅持要跟中方 維持這樣的一個好的關係 而不是說要被迫跟美國選邊站 要站在一塊兒來對抗中國大陸 這首先我們來請教一下介老師 其實這次葉倫去中國大陸 其實他一直在傳遞一個 跟這個布林肯一樣的訊息 就是說美國不尋求跟中國 在經貿上脫鉤斷鏈 而且如果說美國這樣做的話 對美國本身的經貿來講 是災難性的後果 他一直在重複這個訊息 所以從大局來看 其實美國對中國的一個做法 跟看法上 評估上面 現在其實已經有了重大的轉折 我覺得這個是已經肯定的 那這種轉折 我覺得就是說 你如果放到比較長的歷史的 這個切面來看的話 其實是美國二次大戰以來 第一次用經濟 還有這種經貿的制裁 其實這種脫鉤就是制裁 就是說還有這種脫鉤的方式 對付一個他的競爭對手 或是敵國來講是第一次的全面失敗 從來沒有失敗過 而且過去都是會達成效果的 所以要如果從中國大陸角度來看的話 其實這也是經過美國的這一次 等於說的挑戰 證明了中國大陸本身的經貿實力 已經是美國沒有辦法用各種手段來 非武力的手段來怎麼樣 來破壞 能夠擊倒的 所以其實從某種角度來 正肯定了中國大陸 在過去45年的改革開放 經貿的實力 事實上連美國這樣這個世界第一強國 都無法撼動 這個是一個我覺得就美國來講 基本上他已經向世人糟糕了這一點 那就是說另外一方面 就是說葉倫這次去中國大陸 我認為就是說大概說 到底你達到了什麼 到底你做到了什麼 其實我認為最大的就是說 第一個除了葉倫再次肯定 就是說再次向世人說 沒有脫鉤了 只有所謂的去風險化 其實在葉倫講這些話 倒不是對中國大陸講 他最主要是對於美國國內的 華爾街 還有美國的各個大的這些 產業的這些領袖講的 因為這些華爾街 這些美國的這些產業領袖 知道如果說 他們從中國大陸的市場撤退 或者說跟中國大陸市場 完全隔絕的話 那麼華爾街第一個 他的整個的未來的發展 會受到極大的限制 另外美國現在還有很多大的企業 像GN 像這些 還有這些電腦產業 尖端產業 他們也會說 你如果全部要我們切斷的話 損失的話 中國大陸會有 我們也要受重傷 所以就是變成這個是 所以現在這個現實的 國際的經濟的現實 就是說美國根本就沒有這個力量 去跟中國大陸做完全的切割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訊號已經出來了 不過中國大陸事實上 我看這次接待葉倫 基本上在這個氣氛上 還有在形式上 給了葉倫很多高規格的禮遇 包括他要見到的人 在短短四天之內 幾乎中國大陸整個新的 有關財政跟經濟的 這些主要的負責人 都跟葉倫見了面 所以我覺得雙方一定是在 這些很多問題上 都已經有了相互的了解跟認識了 當然美國是希望知道 中國大陸對於手上掌握了 幾乎三兆多美元的資產要怎麼動 因為葉倫的工作就是負責這個 說實話你一個國家 你欠了另外一個國家三兆美元的債 你現在美國財政狀況的困難的話 這些國家把你的美債拋一拋的話 美國就真的國家會動搖國本 所以我覺得葉倫關心的事情 真的他也不方便對外面說 不過以他負責的事情的話 我覺得他去中國不去問這個事情 是不可能的 好 賴老師 美國從川普到拜登 已經快五年了 發起來的經濟戰 是一波比一波更強 雙方打得非常的激烈 雙方打得很激烈的時候 美國多次的釋放出 他想到中國大陸來溝通 這次大陸也同意了 所以葉倫能夠成行是雙方 也就是雙方都同意的一個事情 在這次的會談中其實沒有任何進展 但是他製造了一個機會 這個機會要看之後美國政府怎麼做 而不是看中國大陸怎麼做 因為大陸不會先做 大陸一定會等你美國做了 大陸才會做 為什麼 也就是說在這一次的會談中 美國把他關切的事 很忠實的 很完整的 傳達給中國大陸 大陸聽到了 所以拜登對於葉倫的這個任務 達標是很滿意的 中國也同樣的把他關切的事情 很完整的 很深入的 傳達了給美國 其實葉倫也聽到了 那我們也注意到 大陸的財政部 昨天發表了四點聲明 就是四點態度 裡面第二點就是 從18年以來 這幾年以來美國所一次又一次的 一系列的這一些打壓 制裁 限制 所有的包括關稅等 這一些所有的動作 那你必須要改善 要改變 我覺得大陸的這個訊號很明白 也就是你如果取消了 或是你取消A 那我可能就回應A 你取消B 我可能就回應B 那這樣的話就 雙方就開始逐步的在緩解了 所以我覺得有這樣的一個會談 就創造了 製造了這樣的一個機會 可以緩解了機會 但是如果美國什麼都沒做 時間一錯過 那這次會談就 又會一散了 什麼都沒有 就是一個失敗的一個會談 但是如果美國認為說 我越來越來之前 我就宣布了 我對你大陸的制裁在月底 7月底更嚴重 更嚴格 例如說雲端都不讓你使用 他認為這個就是對你一個好處 所以我企業只要不實施 你就應該給我回報 如果美國人玩這一手 那是笨 因為對大陸來說 你就是單邊制裁 所以你以制裁的要取消 而不是你未來還沒制裁的 你一直加碼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部分裡面 就是要看美國怎麼做 你不動 中國也不會動 我的估計大概是這樣 楊君 接輪到中國大陸訪問知道 美國跟中國大陸的經濟 是沒辦法脫鉤 更沒辦法斷鍊 這是一定的 我們去年的美中的貿易額 就是6905億美元 今年2023年一定超過7000億美元 而且我們知道 中國大陸享有很巨額的貿易順差 因為畢竟 美國向中國大陸買的商品多 美國現在希望 中國大陸多向美國買一些商品 但是問題是美國的商品的物價 它的物價是比較高的 這樣的話 美國要想多賣一點給中國大陸 這樣的話需求量是有限的 而且知道今年2023年 因為俄乌戰爭的影響 有很多對俄羅斯的經濟制裁 被中國來取代了 換句話說中國替代 把更多的商品是賣到美國去了 因為大家對俄羅斯做制裁 那變成中國替代進去了 第二個現在是後疫情 疫情去年2022年還是疫情 現在2023年是疫情完全解封 完全解封 整個的經濟活動更活絡 所以我們可以看了 今年中美雙方的貿易額 突破7000億美元 而且中國大陸的貿易的順差 在去年是3809億的貿易順差 我判斷今年可能 它的貿易順差可能會突破4000億美元 中國大陸賺更多了 中國大陸會有更多的外衛傳遞了 會變成這個狀況 現在中國大陸也未必會向美國買更多的 我們可以看空中巴士就向法國去買 美國很希望中國大陸買美國的波音 波音客機 結果現在沒有了 這個是大貨 我們知道你賣那些農產品 那些畢竟是小貨 那要賣很多才能夠賺很多錢 但是賣飛機一架就知道 一架就是1億多美元 一架就是1億多美元 這個是個大宗的 那現在來看的話 這個效果有限 因為中國大陸未必會向美國 來採購這些大眾的這些 價高的這種 這種價昂的這些貨品 換句話說美國的貨益會有限 那這些越能上去的話 也就是希望這個目的那個環節 但是我認為這種效果有限 繼續 雙方的這個貿易額會繼續擴張 而且這個貿易的順差 對中國大陸講貿易順差會擴大 這樣子來看 整個的經濟的發展 是站在中國大陸這有機的一面 畢竟經濟學上的發展 是比較利益法則 每一個人都有他比較的利益性 在這種勞務的狀況之下 中國大陸的勞務的負擔 是